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美国总统川普受到情治单位的压力 以国安因素为由暂时压住了数百份敏感文件 让这个历史悬案再度成为热议话题 1963年11月22号是美国近代史上黑暗的一天 当天美国前总统甘乃迪在德州达拉斯遇刺震惊国际 凶险欧斯华在审判前被枪杀身亡 但甘乃迪遇刺的团团疑云并没有随着欧斯华的死烟消云散 各种阴谋论接连爆出 有人说是苏联的杰作 也有人说是黑手挡下的手 甚至有传言是说联邦政府进行的秘密政变 各种传言甚嚣成上 1992年美国国会制定法规 在之后的25年内陆续公开甘乃迪遇刺的相关文件 今年10月26号是最后的解密期限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 打算将尘封超过半甲子的相关密件公诸于世 不过就在最后时刻 白宫官员表示 川普接受了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请求 2800件机密档案无法同时全书公布 其中部分档案的解密时间得再缓一缓 川普下令再给180天 让相关机构进行审查 是什么原因让美国情调单位要踩刹车 都让这个头号悬案再度受到各界关注 谁刺杀了甘乃迪 幕后真相仍是个开放式结局 装设综合报道 蔡英文总统出访太平洋友邦首站抵达马沙尔群岛 马沙尔女总统海尼轻盈接机相见欢 蔡总统表示 两国在追求国家民主自由和永续发展有共同理念 过去20年 双方齐力推动教育经济等合作计划 我非常期待能够在这一次的访问中 实际见证这些珍贵的合作成果 也亲身体会在立的南岛文化 同时我也相信通过彼此的交流和对话 台湾跟马沙尔群岛一定可以发展出更多密切的国外关系 为了协助马沙尔清寒家庭鼓励优秀学子 以及建立打击两国人口贩运的合作平台 蔡总统和马沙尔总统共同见证 两国外长签署 总统奖助学金基金备忘录 以及移民事务和防治人口贩运合作备忘录 另外为了提升马沙尔医疗品质 我国双核医院也与马沙尔卫生部签署实习计划及资讯系统 它是外交部会互助就是台湾的外交方针 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一起因为合作而变得更好 晚接马沙尔总统举行国宴 他表示台湾能对全球国际事务和人类发展做出贡献 同样身为岛屿国家面对气候变迁 马沙尔佩服台湾在绿能的领导地位 将强力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为了强化和邦交国合作达到互惠互利的双赢关系 蔡总统31号在马沙尔国会演说中表示 台湾将给予六个太平洋友邦国民免签证待遇 结束马沙尔群岛访问后 蔡总统将赴图瓦路以及所罗门群岛访问 但所罗门却传出政局申变 外交部长李大为指出 所罗门朝野有共识 内部的政治问题将待蔡总统访问团离开后才进行 因此蔡总统行程仍照原先计划不变 中央社记者裴珍旅行会马沙尔群岛报道 中央社记者监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伦敦东亚电影节的《台湾之夜》播放 导演也来到现场和观众互动 日常对话记录黄慧珍和同志妈妈之间的对话 坦诚面对家族记忆和个人伤痕 片中两人在餐桌对坐的经典画面 让在场观众感动引发共鸣 这部纪录片年初获得柏林影展泰迪熊奖的肯定 也将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外语片 我觉得很感谢这次评审 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年台湾推拍一部纪录片代表台湾出去 我觉得对于产业尤其对纪录片就整个电影环境来说 那个意义应该是大过瘾对我个人 就是台湾其实电影这个环境里头一直都没有太把纪录片 这样一种形式这种类型的电影 真正把它视为它是一种电影 今年的伦敦东亚电影节 台湾共有三部电影入围 日常对话跟接线源入围的是女性故事单元 接线源另外也与新生代导演 陈伟豪的目击者入选竞赛片单元 卢锦铭的作品接线源是台湾之夜上播放的另外一部影片 金马迎后陈湘琪与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季陪惠 分别饰演按摩院小姐与街现身 两人有精彩的对手戏 导演卢锦铭从编剧到制作完成 前后共花了六年的时间 座谈会上他也分享自己如何成功说服影后陈湘琪参与演出 陈湘琪也以这部片入围了第五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中央社记者戴雅珍 伦敦采访报道 帅气骑着马在场上奔驰 他是汪一秀 2016年参加纽约奥运 成为台湾参加马术项目的第一人 汪一秀征战各国比赛 总带着国企马鞍亮相 最近他带着五岁的show time和七岁的chiko 到比利时参加世界杯马术赛 可惜马儿太过紧张 跳钥匙剃掉杆子没能晋级 回到马厩 汪一秀不断信心安抚chiko 看得出汉马儿的深厚感情 但光是培养默契就花了四个月 他刚来的时候蛮紧张的 就很多事情都不了解 比如说像很简单的事情 刷他的耳朵啊 他耳朵都不让你碰 现在慢慢的像给他一些糖果啊 那些的他就慢慢的了解说 你没有要去伤害他 另一只show time个性完全相反 萍萍和主人撒娇玩轻轻 模样相当讨喜 身为台湾罕见的马术选手 汪一秀放眼2020东京奥运 有机会再带着七口出赛 但他说比起比赛 培养好马更有成就 我现在比较喜欢培养马匹 就是如果能培养 比如说他现在七岁 然后如果说九岁或 那个东京的奥运 他如果能力够的话 我喜欢培养马 如果培养出一笔好马 是我觉得最大的成就 汪一秀曾在比赛中摔马 身体重伤 自信心也受创 但他不断专注练习 又带着国企马鞍继续在国际发光 中央社记者唐佩军 拉娜肯报道 南韩平昌冬季奥运 将于明年2月9号到25号展开 奥运圣火日前在希腊点燃 预定11月传递到南韩各地开跑 最终抵达平昌揭开序幕 不过在北韩核威胁的安全疑虑下 包括德国和奥地利等国选手 都表态可能不会参加 众多冬奥强国一旦缺席 对平昌冬奥是一大冲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咨询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我们在华世新闻咨询台 在华世新闻咨询台 在华世新闻咨询台 也访称台 无闻咨询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